誰有什麼問題 我們是覺得沒問題 大家去表達 最緊要是大家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我覺得沒緊要的 不過最終不是說中委30個人就決定了 而是所有黨員一起決定 我希望黨員明天來逼爆教協 全部大家都來就去投票 市民那裡我們很多謝他 很尊重他 我解釋他就是 如果你是不動的 投反對票 那3030就不會動的 大家都知道 那30就最開心 那30就最開心 因為他你就幫了他 下一次又不動又是他永垂不撓 我們要找個方法去衝破他 所以就希望30加了5 那邊又加了5 變了35加5 差不多是40席是直選 去對這個30席功能 希望是有些轉變 還有我相信如果這個方案過了 很多人就一定會去駐選這個區議會 他可能會出一些很頂尖的人物 因為他想怎樣 他想明年選那個 那麼大 選明年那個 是要很出名才能選到的 全香港 所以是對全香港的政治生態 是有很大的改變的 那和大家呢 也都應該是會多人去協調去合作 因為如果不是那些5個位 你可能出40個人 或者30個人怎麼選到啊 你要大家策略去協調到那些名單 那所以呢 我是很希望呢 這件事是可以衝破了 現在這個 完全果足不前的政制 令到真的很多人想參選 而呢 是多了 是有直選背景的人 進到議會 我相信我很希望 是對於整個議會政府的運作呢 是會產生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相信我會說呢 這一段喜歡國安聯盟的人 在民主路都走了二十幾年 都很清楚 那路中路是比較窄的 都被收穫 那你繼續 再考慮 那其實那個原因是 你當然你有往績 給人家看是很好的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人家都是要看你將來的東西 完全沒有往績 人家沒有信心 你有往績他都要看你將來 所以我們是希望市民是監視 我們監視著我們 監視著我們將來的做法 那我們現在希望 希望他呢 就是真的有一個功能組別的五隻 出來是給市民選的 還有是要低門檻 令到是很多市民都可以參選到 這個門檻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我們跟他談普選行政長官 我們都是講的門檻 對嗎 所以去到這個位都是門檻 如果你不解釋清楚門檻是多高 或者多低 如果到時第一看到門檻 大部分人都發現自己沒有可能參加的 那這個就騙了人 今早我們去見李剛 我跟李剛說 我說這個門檻是一定要低的 如果你現在說處理不了 你說要將來本地立法才處理 我覺得是不好的 因為很多人會天天追著你問 那你又永無寧日 至到六個月後 而且我覺得如果你真是這麼低的門檻 即是如果門檻不是低 不是令到各個 現在怎麼為低呢 我們現在是十個 葉國興哥是十個 那你十個十幾個就可以想 如果你說三十五十八十當然不行 如果我支持了你 如果你第二天出一個高門檻 很多人都不可以參加 那我當然感覺被欺騙 市民也都會覺得 你被人過了橋 借你們過橋了 你也都騙了市民 那我劉慧卿是不會騙市民的 所以我告訴他 我說如果你們是個門檻 不是低的 不是很多市民都會參與 我劉慧卿 我會引咎辭職 我會下台 我不做立法會議員 不是公投的 我不會選的了 那可能他會很開心 因為有些人是很想我馬上走的 我說不緊要了 我說這個是我自己的責任 我現在跟你談 你說五席功能組別 是被市民選三百多萬我接受 但是不只是一人一票嗎 我所以跟他說 我行政長官你的 說一二零一七是一人一票 為什麼我都不信你 就是高門檻 所以你要講低門檻 現在這五席的功能 都是同樣的邏輯 所以我希望你們 是想得很清楚 盡快和市民交代 我沒有獲授權 但是他怎麼回應 那是有一票 是有政府的 沒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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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可以回應 你知道我 我見親人 我都沒有資格 他找我們 其實他主要是今早 他主要是說回 他們現在看到 應該是符合基本法 人大決定的事情 有什麼要做 都是特區當中做 何俊仁和張明光 看了幾年 是否好像上次那樣 找一輛車 不是不是 今天何俊仁的車去的 沒有 何俊仁自己的私家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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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如果他是高門檻 令到很多人都不可以參加 是假的 假的變相直選 我劉慧卿會引咎辭 但是你辭職之後 後果要全鄉被人證實 沒有辦法 我過意得去 我到這個位置 我是肯冒這個險 我是肯冒這個險 沒有辦法了 是過意得去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有這個承擔 我也都應該和中國政府 講得很清楚 其實我很希望他盡快處理了 但是如果又要移到本地立法 我覺得是不治的 因為這些是很基本的事情 應該解決了他整套 就不要 我現在就讓你這樣做 為什麼細節 六個月後談 我覺得就不太好 但是我覺得 無論現在六個月之後 都要給別人看 是很低門檻 令到每個組織 找十個人 十多個人提名 都可以參選 那些民選區 你提名 當然 這個是功能總編 你多辭職 我出去了 我出去了 我主要解釋給公眾 民主黨是沒有桌底交易 因為他說我們 當時不參加五區 補選辭職那件事 是因為希望用來和中央換取 可以和中央溝通 其實那時候我們都沒有方案 什麼都沒有 我就說沒有這件事 我說因為去年 由八月至十二月 我們民主黨在開了二十幾個會 二十幾三十個會 這樣 當時是沒有任何人提出 不如這樣吧 我們不要支持這個公投 因為我們用這個 來和中央換取一些東西 是沒有任何人說過 方案當時沒有 但是都沒有人提過 中央都沒有人提過 所以如果你黃毓民議員也好 任何人也好 有這些指控 你是要拿個證據出來的 不可以說有人說 我說誰說 他憑什麼來說 而我們民主黨去年十二月 是一人一票在黨大會投票的 超過八成的選票是反對的 那你憑什麼來說 我們就是和桌底交易回來 這樣投票 八成的選民去桌底交易 所以我們出了個星期 謝謝你 謝謝 你們領導情有沒有聽過 如果真是高門藍 你們會不會債 沒有沒有沒有 是我自己 我們自己做 來來來 我拿回毛巾